以所有的选手能够开枪 开枪也难说 这里有两个队 车队交叉 这就是T1 T1其实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在东 那个越南才就算是铁罗娃了 T1本来都已经快到是马丁了 然后回头 要跟队友打一个支援 完全不虚 你现在目前分数也是比较可观的 48分 48 那已经快乐队了 我们家 不能把快乐分享给其他的机械队伍 是OGX了 被Yakuki给 Yakuki应该算是被迫转移到这个方向 遭遇的 接的还可以 只剩只有一个了 QB GX真的好硬啊 张亿团的话 其实这两分给GX拿起还挺舒服 目前GX也是非常急需的分数 Yakuki就成最后一个人了 他已经默默开走 其实血量也很低 你看QB的血量 算是一个不错的忙 这里朴老师动手了 LG真的是纠集裂开 对 他早晚都会遛到人 反抗的太激烈 反抗的太激烈 朴老师打不过 是的 Low已经过来支援了 但是拍到这边血量就很残 DG98走上来之后 处理掉残血的潘塔 Low整人回撤了 这种野外的遭遇战 是真的很难打过BGP 因为他的整个枪线的理解 每个选手都拉的这种行为 他其实是非常合理的 是的 宋江已经在收缩包围 对 就说明2号的可能最近状态 真的不是很好 D98还可以 已经换3倍了 看明这里 锁定位置 BGP 现在因为是左下角的一个弱子 他把这边打完了再说 是的 Perti Curdy 上一把其实 Perti Curdy就在 那个垃圾房杆了 这画面很熟悉 就是这把的开局 打着打着一个队伍 就只剩一个人开着车 仓皇的逃窜 是的 不是想第一时间去抢 右下角的弱子 反而是正面 他想要通一个分 但是这里又 SR 他被GX看到了 因为他以为 就是SQ 其他人打不到他 他可以顺利偷完这个字 然后走 但没想到 左侧是有GX的枪线的 Perti Curdy给拿下来 但不值得去一减 对吧 现在这个阶段 Perti Curdy得多找找 是马丁方校的一些信息 费子 我一看费子吊人 多半都是在北边 他跟USC 去了 我刚才说 他不知道天霸 到底是哪个队 这里Perti Curdy的观察 非常的仔细 他是先到 这个圈外的房子 去做观察以后 再考虑往前开 看看这波 能不能防住 对方的一个伏击 USC已经跟SQ接手了 做了一些纪律性 Perti Curdy这波 是做了一些纪律性 这一瞬间就结束了 一瞬间 SQ打来 一瞬间 金点 北神 是 一瞬间 两波是有不换 先把人把他这边拿下 有人过马路拉枪线 Inonix Inonix回来了 那其实正面能顶得 只有Adder一个人啊 看金点 这里我右边这个枪线 Perti Curdy注意到吗 过点还想跑 刚才有看到 开玩笑 你看到这个人是谁没有 马哥来了 你看到马哥这边有什么没有 拳击杀手 这波埋龙 跟队友同时往进三顶 以后你的阿修罗好像没有任何的局 你在干什么 拉了个枪线 拉了个气 他跟Inonix 刚才肯定出现了分歧 本来是Inonix 哇这是真实的物理引擎 这车是海绵坐的 你看他N喇叭了 Perti Curdy来了 Perti Curdy的目的地 好像也是这个新车 他知道这里 他知道这里有人 熟悉的扎点 Perti Curdy来了 非常之快乐 非常之快乐 看到人 看到球 想修卓 哎呀 这球不给他修 这个人进不去 没办法人太多了 马哥还能救 赶紧爬进来 我知道Perti Curdy 这波肯定要大力一拳 但我们没想到 居然是打中了天霸的 这还是怪天霸自己的 这个车 太细节了 没错 而且这个车路过 好像天霸还是先吸收了一波火力 然后Perti Curdy这波 路过他吸收的火力 肯定跟天霸是比不了的 是的 很难想 这把Perti Curdy真的是 真的敲不出毛笔来 就真的是不像 周期赛三连关的队伍 嗯 他的 不管是 盲渣 还是圈边推进 细节做的 而且Time一点 抓的是正正好 对 两个的情况下 哇这个雷差点的谈到 D98这里 D98 D98独牧南枝 而且他们也被炸倒了 4打1 是的 这Sonic也出现了 这SQ也 让SQ一个人上去多净呢 确实 不好看了 这个P 而且没你我不看 嗯 帅哥对 这个被丢得难啊 哦呦 这个没办法 SQ爽收8分 Shit 第一波是USG 第二波是BGP 都是零换4 帅哥对 动了啊 帅哥对 刚起步掉一个 但是没地方去啊 关键是 确实有点拉锡 他原地开车转了一圈 是的 他其实能去的只有T5的那个坑 是可以一个扎点 但是还没起步 他不想去 Lio 头很铁的 再想办法去试一下 头是真的铁 他本来是想着 找找机会看能不能贴22年 但其实因为过点太长了 他就是卖天 过不去啊 两个队抽他 对的 PP本来想抓着 TE刚才会合 后面两个人起步的时候打 但是没有成功 结果现在就被TE全员反卡 是的 PP没有任何的还手余礼 LG独狼 甚至就在TE的旁边 他会不会 摸到防区呢 徒步 诶 呃 有可能 嗯 他已经要去了 T5 T5 GX已经拉车到旁边 准备扔雷 扔雷 抢坑 GX的坑没有 T5的那个坑好 Pero在背后 连局击倒了眼里 能拿到分数吗 防局 哦哦 已经 SONICS也是贴了这个水厂的大反鞋 但因为加油站有费子 所以说SONICS会呆得很憋屈 拉快雷GX GX同样的 感觉不会再来一次吧 呃 看一下 Pero这一波的攻势 头症非常的多 因为刚才添霸的雷 是没有来得及用的 直接溜了换车 果然是T5的坑会更好啊 现在48分 吃个鸡 下班 嗯 吃个鸡完美下班 这位置是 咱们不说吃鸡吧 打个决战圈 应该是可以 前四肯定得有 对 你必须要打个决战圈了 但是呢 后续有个关键圈的扛压点 就是这个圈形 呃 无理呢 是不再圈了 现在要踩山头 看Pero能不能扛过这一波 忘记了 还有帅哥队的独狼存在吗 他没办法 他 他在那个地方也待不住 古斯塔夫 贴到镜子之后 一雷双响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因为加尔战有废子 所以说 SONICS在建一个水塔 边缘的大反鞋 呆得很难受 嗯 这把废子又是个杀猪 无限给伞 太爽了 这对方根本还不了手 是的 再来个兄弟过来扔扔东西啊 三个大残血 古塔夫这波光透烟就可以拿三个淘汰 嗯 兄弟们来了 过来扔东西了 无理男其实一直在看这边 你发现没有 是的 无理男现在想对这边动手 你们打得太嗨了 他想拿到北边的控制权 去啊无理男 你去了就有大分 快去 你去完马上Pero就找你屁股 快点 去 他现在只想又连鞠 还不够大胆 再往前一点 他来了 兄弟们 他来了 Pero 记好信息 听好声音 这也来分一杯羹 诶 打得好 就是这里 嚼起来 还不够近 还不够近 不要哟 无理男是真的稳了 是的 他就是不贴近点 太稳了 这里肺子 古斯达夫最终还是把SQ穿 无理男他想吃鸡 无理男 他分阶段的 他现在是38分 是的 他觉得有机会 他不快乐了 原点 不如是古斯达夫的AOG 古斯达夫今天洗头了嘛 但是没办法 但是刚说完他就倒了 这肺子是没法带 因为他现在就位置跟刚才那个Sorning 是一模一样 直接被夹了 真的 废子应该差不多了 无理男不当快乐队了 我的青春又少了 我还有青春吗 好像也没了 真的稳 或者是Pero好像也没了 你永远18 哈哈哈 可以 好来看一下 无理男去了 他近点的时候 他已经是可以收 残 残编毒了 他甚至留了一个人 人堪屁股 无理男 这把纪律性太好了吧 无理男 你是真的不给机会啊 他把北边的 两匹血 玩的有点大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配件 来了 一颗雷 双强 再来一颗 哎呦 这个死法跟上把 没办法 这没办法 是的 啊这两把GX都死在雷下 三只半边 他必要来冲 吴里面 扛压了现在无理男 两个兄弟 跟他死一根 快了快了快了 再等个十秒钟 诶 炸了一个 双方已经来到 可以 找机会了 这个局里很危险啊 测身 但是头顶上 这个人是最重要的 脑车 小心 被吃了一枪 有人在拉测身 这是谁 左子轩是有雷的 黄之龙的左轩 左轩 拉测身 是的 把中间点 无能让两兄弟 限制了 左子轩的帝国干拉 我的天哪 你别忘了呀 哇 这波帝国干拉 别急呀 因为你已经蚕食了 这个无理男的选手了 是的 他决定T被 比尔优先枪前压制了 但是熟不止 他们跟T把比尔优加了 刚才 他是要做那个平衡者 你打了无理男这个时候 别急 就这个时候要看T了 对 哇 小左这波地弯啦 胆子确实是很大 嗯 有点着急 哦无理男 嗯 这样的话 高一点的位置 只留一个人 Nosha一个人去了 这里处理好 还是能吃 是的 别急 把人扶起来了 Pero的人还是最多的 嗯 属性鞋 搞 如果说打梅花庄 哦 就一个雷多抓 三男 十个淘汰 无理男也是 来到了50分大关 无理男的枪线有点好 先打打一把顶上床 他这个有点 先封烟 踩不住这个位置 我觉得封烟 除以击破会好一点 等烟起啊先 别急 他这个位置有点踩不住 打梅花庄 等他下来吧 还要把高点 这样打会 有点被动 老爹回去了 这个电影 U号的黄一银 主要是这个烟线 对于高点来 回头太大了 正面打了一个 一打一 黄祖龙 一打一 许亮稍微有点烈烈 是的 先把人捕了 谁扔了个闪 尽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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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只能尽烟了 黄祖龙是没头的 这个人还把狗子换了 你看 换成M4了他 他把狗子换成M4了 吃到后面 吃个对枪 哇 这个屁股好像有点难 吃个换枪会不会 太精髓了一点 哇